美国股市今年1月开始大幅的反弹 那时候是因为冲到了40年以来的通膨 这么高的通膨开始逐渐降温了 所以大家有预期 是不是今年可以提早降息了 结果2月份一连串的经济数据 浇了大家一盆冷水 不是经济数据不好 问题就在经济数据太好了 所以现在华尔街的大咖 一家又一家跳出来说 现在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今年不仅仅大家升息的幅度要更高 而且现在居高不下的时间要更长 到底会多高会多长 裕衡我们请您上台来 现在大家提到了6% 6%就代表从今年开始还要再升4码 不止3码 你怎么看这6% 我觉得6%其实是非常有可能达到 但不见得在今年一定达到 但你说利率终点 他这一次升息升到什么时候停止 不再升了 我觉得超过6的机会其实是蛮大的 为什么 好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先看了 就是美国的通膨 他其实已经结束了连续的下降 我们知道PCE 我们一般看CPI PCE是联准会特别喜欢看 在个人消费支出 我们看这是去年10月11 12月 然后2023年的1月 红色的数字 就是他结束连续的下降 我们看了PCE就结束连降了 从6.1 5.6 5.3就往上走了 商品还在连降 没有错 耐久才也还在连降 但是非耐久才谈起来 非耐久才就消费性的这些商品 生活用品谈起来 服务谈起来 而且谈的还不少 我们说服务一谈起来 工资成本就居高不下 所以服务谈起来的话 也就是说核心的PCE 也跟着谈起来 5.1 4.8 4.6 坦到4.7 食物的部分还在连降 但是能源也谈起来了 能源包括了油价 对所以通膨 他并没有像我们大家想象中 只要基期高 所以他接下来就一路往下降 并不是这么简单 他是会反复的这样子 上上下下 连准会最怕这样子 是灰复燃了 对所以事实上 我们如果从现在观点来看 其实就是薪资跟物价的螺旋通膨 其实就是在形成的 薪资跟物价的螺旋通膨 就是物价涨一波之后 薪资就会大家就 工人开始要求要涨价 工人涨价之后 厂商的成本就提高 厂商的成本提高 只好再把售价再提高 所以就会变成薪资跟物价的螺旋通膨 那其实在1970年代 那个时候的所谓停滞性通膨 就是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时候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跟一样的地方 好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1970年代的时候发生哪些事情 其实那个时候美国还蛮多战争 从越战1960年开始 然后1970年石油危机 然后又有两一战争 那个时候还有东西对抗 美苏冷战 那个时候政府举债非常多 因为军费开支非常大 那时候还太空竞赛发火箭 那个时候的美元贬值很多 因为他们跟黄金脱钩 那个时候不可以 不可以在身体系把它脱钩了 美元想印多少就印多少 本来金本位结果脱钩 对 那个时候通膨状况是这样 有一次是超过5%有两次超过10% 那个时候的升息幅度最高升到20%才结束 20% 升息的时间有两次升到31个月 持续31个月的升息 1%是4%嘛 对 20% 升到20%很夸张喔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跟那个时候对比 我们现在2020年2023年发生什么事 第一个有战争的部分 有俄乌战争 但其实它是单点 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点 所以日后大家去留意如果有新的地缘政治冲突又出来的话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知道可能会比较上一次的模式慢慢循环出现 东西对抗有 那个时候是美初冷战 现在是美中对抗 然后俄国跟北约的对抗 政府举债一样有 那这边是刺激经济 刺激经济 但是反而就造成了更多的通膨 美元呢 美元这次反而比上次好一点 美元是先涨后跌 但是呢 现在还是一个结算的货币 大家还是把美元当成结算货币 但如果日后出现了石油要跟美元脱钩的事情的时候 那就跟上次很像 现在中国在做这件事情 对还没有实现 但是大家要小心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 那就跟上次一样 以前是美元跟黄金脱钩 如果美元跟石油脱钩 那问题就很大 危险性也是堪比上一次 对问题就很大 通膨状况呢 在2022年6月是6点 9.06%之后开始回落 现在大概67%左右 升息幅度现在其实只升到4.75% 那现在大家预期可能要升到6% 那现在至少市场看 大概可能5.5%跑不掉 升息时间呢 现在其实才升了12个月 大家就已经有一点点快受不了 对 其实跟他们之前比起来 其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好 那我们这样比起来之后 你大概就知道说 其实现在的状况跟1970年比起来 还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有各种可能是 有可能会往那个方向去做一个前进的 我们往下一章来看 这一次的升息周期 其实本次的速度是历史上最快 有史以来最快的 2022年是这一次红色 你看他升息是从零开始升息 升到十个月的时候 他的速度就已经非常快 每一次三马三马已经升到4%了 现在已经升到快到三月再升 就到12个月 大概像这样子 那以往还有两次最快 大家看到蓝色的线跟橘色的线 分别是1972年跟1976年 是升得最久 那一次他们升了31个月 两次都升了31个月 就是这个30个月 大概从1972到1976 几乎都一直在升息 所以它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升息的一个周期 2015年它是升得很慢 所以这一次速度很快 那会不会这么持久呢 我觉得其实有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前进 但不见得会到4、5年这么久 但是我觉得有迹象去往那边前进的 我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前面提到PCE的通膨 其实已经弹起来了 通膨弹起来 那这一次升得很快之后 他有可能稍微停一下 其实在前面几次 他们也是有这样子 稍微停一下 这边也是稍微停一下 之后呢 看通膨起来继续升 因为他们要维持一件事情 叫做实质正利率 他们开始打通膨的时候 都会去做实质正利率 你的利率要高于通膨率 我们来看他们长期的一个状况 你就知道 就是红色的是他们的 就是PCE的基准利率 绿色是CPI指数 我们用CPI给大家看 比较大家容易理解 在1960到1970的时候 我们看到第一个 红色的都在绿色的上方 就是实质正利率 我们的利率是比通膨来的高的 那开始打通膨的时候 一定会先完成这件事情 然后呢 当发生一些衰退或萧条的时候 有可能会降息 绿色会上来 绿色上来 就绿色在红色的上面之后 大家以为通膨结束了 然后开始降息 但是降息没多久 大概到5%这个水平的时候呢 他又会开始反复 通膨又会再拉起来 所以5%这个水平 大家可以特别记住 会是一个很有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所以当通膨回落 利率回落到5%附近的时候 他又会再弹起来 所以到后来升到20% 就是说这一次 大概在1980年代 那个时候 利率升到接近到20% 那他还是维持 一直是实质正利率 维持一直到将近2000年的这个时候 他才反复 所以在他们联准会 再去做抗通膨政策的时候 我们要去预想说 他会把他升到实质正利率 所以如果通膨是降到4.5%的时候呢 利率可能就会落在5.5%到6.5% 他一定要比他高 甚至要比他高很多 才可以一直把他压在脚底下 对 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 就是要把通膨的预期往下打 所以如果通膨4.5%利率大概这样子 但是如果通膨又回到5%以上的时候 利率当然就再往上走了 他会一直维持的 大概1到2%的实质正利率以上 他才有办法去压制通膨的预期 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过往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看到 在1970到1980年的时候 其实有发生了 三次到四次的经济衰退 但是这个都没有让联准会 停止他们的升息作为 或者说虽然有降息 但是仍然是维持一个实质率 才是比较长期的目标 在前面这一次一降息 就变成实质利率 就是一个失败的作品 因为之后又通膨又爬起来了 所以通膨他是会反复的一个状况 他没有办法像我们大家所期待 因为基期高 然后今年通膨就不会比去年来的高 他其实会慢慢再上来 好 如果真的利率的终极利率 可能5.5% 甚至于你说的要高于6% 那代表在接下来三月一次 五月一次 六月一次 你觉得联准会会用什么样的节奏升呢 我觉得他的节奏其实大概会维持在一码一码左右 不会再像去年一样三码三码这样升 所以我认为三月升两码机率 其实如从市场所预测应该是不高 是 因为他们从去年的十二月开始 就已经定调要把速度变慢 观察市场对于这个利率升息的影响 因为到三月刚好就满一周年 最近恶务战争刚满周年 联准会也是刚满一周年之后呢 去观察市场对于这样子的利率是不是会造成金融的风险 我们知道在去年他之所以会放慢升息脚步 就是因为在去年九月到十月那时候 英国的国债啦 对 还有日本的汇率那时候到150多美元嘛 造成一些金融风险 他们希望的不是造成金融风险 所以如果金融风险没有发生的话呢 那他们会一直维持的实质正利率 我们来看到的确在现在预估压升两码的幅度 现在比例大概也只有百分之二十三左右 虽然有一些增加 但是还不及预估升一码的大概占比百分之七十六 那我就问如果在今年终极利率至少要超过了百分之六 金价油价你觉得会怎么联动呢 我觉得油价其实在刚刚我们前面提到 像一九七年蛮多战争发生的情况下 其实油价要进一步的破底机会 并不太大 对 所以我觉得油价可能会持平 甚至震荡往上走高的机会是有的 那金价的部分 他当然跟利率是相反 所以利率往上走高 对金价来讲是一个利空 所以我们看到说黄金在最近走了一个蛮大的一个回档 对 但是黄金在最近有国家性的买盘 再进来做一些支持 可能就是不想要用美元结算的中国 或俄罗斯或是中东石油的国家 有这个央行货币储备的需求 所以如果利率往上走 但是走的幅度并不快的话 我觉得对黄金来讲并不是致命的打击 所以我认为他的下方的买盘 应该还是会慢慢的把它垫上去 好 最后我问一个非常关键 就是大家都认为现在终极利率可能会超过百分之六 但是对于美国经济衰退 现在看法不一样 有的人认为还是软着陆 有的人认为第三季 大家会看到比较严重的衰退 你觉得将怎么引动美股的表现 好 我觉得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其实并不高 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他们的失业状况 其实是不太没什么太多失业 所以失业率是非常低 所以真正进入到衰退 我觉得不太容易 所以你可以说是一个软着陆 或是尚未着陆 也许在明后年才有机会去真正的一个呈现着陆 那对股市来讲 我觉得既然它不是一个快速的升息 不管它的终点利率多高 市场的修正总是可以随着像大涨小回 像这样的方式 跟去年的恐慌情况其实是完全不同 所以我认为今年的股市应该还是跟去年比起来 应该是相对来讲比较好做的 至少你至少你去买债券的话 也有五趴到六趴以上的支率率 对 完全完全无风险的利率 都有这样五趴六趴 所以对股市来讲 我觉得应该会比去年好做 OK 好 谢谢玉衡 请先回座了 为什么我要问美股 因为最近很多的华尔街大咖 同时也再度的跟大家预告了 三月份的美国股市 现在恐怕要再度进入大家害怕的熊市了 熊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 但是美国股市有如同华尔街大咖 所讲的这么的严重快要崩溃吗 有两大杀手 哪两大杀手 休息一下 正下告诉你